典禮的秩序維持,其實牽涉到作為一個已經畢業出來社會工作的,或者他繼續進修也好 我們希望他起碼,第一懂得尊重場合,第二懂得尊重其他人 不要只是純粹從自己個人的感受,或者從自己的觀點出發 而是不理會其他人的想法 這也是現在普通年輕人很普遍存在的一些弱點 當政治進入大專院校,堅持感燃的校長又有多少個呢? 兩年前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校長陳卓熙以正詞嚴感分析不尊重國歌的畢業生 信息在網絡爆紅,從此被稱為護國歌校長 示威多個月來未平,目前港專的學生情況如何呢? 其實港專的年輕人就是這個社會的年輕人,所以他們一定受到風波的影響 所以他們有一批同學也是比較激動的,所以這種情況是難以避免的 不過我很開心看到我們絕大部份的同學,雖然他們對現在的風波有不同的看法 但即使他們有不同的看法也好,第一點我跟同學聊過幾次 他們都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國家是否放棄香港一代的年輕人呢? 我想無論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還是一般市民 其實他們都很重視香港,關注香港 亦都很珍惜香港,很期望香港有一個好的發展 無論如何,一個社會的將來就是建基於我們的年輕一代 這個既是一個期望,又一個現實 所以我們一定要培養很好的年輕一代 這個是毫無選擇的,不是對我來說 如此敢言,會不會擔心被攻擊呢? 我對港專的同學,我有充分的信心 我對港專的同事也有充分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沒有一個值得害怕的地方 堅持真理,如果你是堅信的話 我不覺得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地方 政治進入大專院校 無疑掀起了一場對校長的考驗 在這個混族的年代,仍然能夠保持風骨 堅定維護真理,談何容易? 陳卓希的不妥協,無疑是教育界的一股清流 中文字幕僚 感谢观看